大家好,我是老唐 我们的竹子到了 这两天没有腊肉 所以刚好有时间弄一下小院 刚刚腊回来 要把它给卸车先 把这个小院打 打到漂亮的一个小院 这一车竹子看起来不多 但是卸车好多的 全部聚好的,两美两美的 是那种一长根的 衣服小了 也好了 你要做一个晾一下 没有地方晾衣服 晾衣服你要放在后面去晾吧 这里晾 不好看 放在后面那边晾 对 后面那一排 都可以晾 就是做一个这样子 晾衣服 很容易的 打两棵树 拿棍子打在树上面 就可以晾了 放在那里 是 可以啊 他说把那个铁的栅树 把它拿走嘛 我曾经把这个竹子 做这么高的 这里都做这么高的 搞个泥巴的 不要太费气 费气 费钱 要好看去嘛 等一下人家就这样 网友说 等一下人家又收走了 这里不会收走的 谁敢把毛票 没有 你有任何事情是可以 那个的 连何筒也可以 这两天不是腊肉都卖完了吗 然后还剩一点点 竹脚也剩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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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脚没有了 竹脚就那一斤一斤了 还能弹几根 应该 那里还有一点 还半箱 小菜还半箱腊肉 那饭完应该有十单 一斤 一斤 一斤应该有十单 我想说自己先不忙 我就回家贵人 干嘛装在这里 我想回去看看 这里不好吗 这里我弄好 比贵人还要好看的呀 那现在在这边 这些我要帮不上忙 我又不会弄 是吧 那你回去要多久了 不知道 我先回去看看嘛 小布点小布点还在家里呢 不是 他们不是帮看吗 不是蛮有冒凉吗 他们帮喂一下 等于就得了 那你走 你要洗澡了 他们好多天没洗澡了 等下都要长虫子 那你回去了 那我不在这里 我不是很很很很无聊 你跟小布在这里啊 先围泥吧 回来就围完了 回来送病 就围完了 是不是 我先把衣服晾到前面去吧 啊 小九都突然说 昨天也没跟我说 要回归林了 今天要突然说 回归林了 是不是我这里 每天加班 那么晚的 受不了了 现在是刚刚开始 后面就会 啊 这些东西弄好 后面就不会那么累了 啊